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 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 就来到西奈的旷野 他们离了利非定 来到西奈的旷野 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 摩西到神那里 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 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 小玉以色列人说 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 你们都看见了 且看见我 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 带来归我 如今 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 遵守我的约 就要在万民中 做属于我的子民 因为 全地都是我的 你们要归我 做祭司的国度 为圣洁的国民 这些话 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摩西照了民间的长老来 把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 都在他们面前成名 百姓都同声回答说 反耶和华所说的 我们都要遵行 摩西就把百姓的话 回复耶和华 耶和华对摩西说 我要在密云中 临到你那里 叫百姓在我和你说话的时候 可以听见 也可以永远相信你了 于是 摩西将百姓的话 奏告耶和华 耶和华又对摩西说 你往百姓那里去 叫他们今天明天 捷径自己 又叫他们洗衣服 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 因为第三天 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 降临在西奈山上 你要在山的四围 给百姓划定界线 说 你们要谨慎 不可上山去 也不可摸山的边界 凡摸这山的 必须处死他 不可用手摸他 必须用石头打死 或用箭射透 无论是人 是牲畜 凡违规者 都不得活 到脚生脱长的时候 他们才可到山根来 摩西下山 往百姓那里去 叫他们 捷径自己 他们就洗衣服 他对百姓说 到第三天 要预备好了 不可亲近女人 到了第三天早晨 在山上有雷呼 闪电和蜜云 并且绞声大作 营中的百姓 全都发抖 摩西率领百姓 出营迎接神 都站在山下 西奈全山冒烟 因为耶和华 在火中降在山上 山的烟气上腾 如烧药一般 遍山 大大的震动 脚生渐渐地 高而又高 摩西就说话 神有声音 答应他 耶和华 降临在西奈山顶上 耶和华 照摩西上山顶 摩西就上去 耶和华 对摩西说 你下去 嘱咐百姓 不可闯过来 到我面前观看 免得他们有许多人死亡 又叫亲近我的祭司 洁净自己 免得我出来 击杀他们 摩西对耶和华说 百姓不能上西奈山 因为你已经嘱咐我们说 要在山的四围定界线 叫山成圣 耶和华对他说 下去吧 你要和亚伦 一同上来 只是 祭司和百姓 不可闯过来 上到我面前 免得我出来 击杀他们 于是 摩西下去到百姓那里 告诉他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